8864 这是八卦真坦说 那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 已经告一段落了 现在呢 这里是我们的神秘嘉宾 Fenton of the Pro 又来 他是Sereen 詹雪凌 当然 刚刚那个字开玩笑 他不是唱歌曲的 他是唱创作歌曲 而且呢 有一些摇滚的曲风 在专辑里面 那我们先接听一下 这位朋友的电话 好 请问是哪一位 Hello 8864 请问是 是Candy Candy 你好 好 有些什么话要对Sereen说吗 我觉得她很神秘啊 然后很漂亮 你 有没有讲片话 她戴着面具 你感觉到她很漂亮 她很可爱啊 她说感觉嘛 很可爱啊 她讲你可爱 好 我们又请Sereen发问问题了 请问你 刚才我弹的那首歌名字叫什么 Jane 好 恭喜你答对了 我们送给你 她亲笔签名了这张专辑好不好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OK 好 那其实刚刚你有说 你这张专辑是9 plus 1 那刚刚在广告时间的时候 她就说了 原来哦 九首歌曲是她自己编曲的 一首找别人编 好 九首歌词 九首歌词就找别人写的 一首自己写的 这些 厉害 九首曲自己填的 那一首找别人填曲 对 好 这个概念真的很特别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音乐人 然后我就希望可以跟不同的音乐人再合作 所以虽然我可以自己写完十首 可是我还是希望可以找一个 一个不同的领域上的一个音乐朋友来一起合作 写这个 把这张专辑做好 其实在本地乐团 我们真的是很少看到创作型的女歌手 来来确切就是戴佩妮宇恒 戴佩妮宇恒 没有别的吗 所以现在有了新的一位叫 Sereen詹雪凌 那刚刚其实这张专辑里面 我们讲了很多是她的创作 那这首歌曲 断翼蝴蝶 很摇滚 我听了都很想变蝴蝶 因为一只翼 一只翅膀也可以飞 很厉害 要不要讲一下这首歌 其实这首歌的 那个意思就是说 在一个爱情里面 然后其中一方 她就认为 她要让另外一方 得到她的幸福 她就宁愿受着伤飞走 就是说她希望 另外一方面 可以找到她自己的另外一半 然后可以有更幸福的 一个生活 非常伟大 马上我们来听一下 这首歌好不好 那我就用钢琴的方式 原本是摇滚的曲风 我们听听看 钢琴的版本是如何的 好 而于时间的关系 真的没有办法再看 跟Sereen详谈这张专辑了 可是如果你要听听看 她的音乐的话 记得多多支持她这张 I'm not Serene 张雪凌 非常有才华的一个歌手 最后有些什么话 对我们886时的观众朋友说吗 886时的观众朋友 希望你们支持我的音乐 可以吗 可以 好面具 三个月后 OK 三个月后 我们再看她面具背后的 真正的模样 不过其实专辑里面 已经看到了啦 好 谢谢你来我们的节目 希望你的专辑大卖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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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你看到的是张雪儿 MTV到6点50点